由譚玉英、黎芷珊、蓋世堡主持的新節目 和你一起掌大了 其中一集邀請了十幾年前的兒童節目 問問MasterJoe主持Joe由梁維丹任嘉賓 和大家分享拍兒童節目的點滴 Joe還以當年在節目中的造型現身 真是所有回憶都回來了 很感慨這件衣服 一、三年穿完之後 到今天第二次穿回來 我想問清楚這件衣服真是你當年那一套 真是那一套 給大家看看 見不見了 有些黃的 發黃的 我們出外景留的汗漬 這些是洗不乾淨的 永遠都會黃黃的 這件衣服為何還要是珍漬呢 你看看 脫紋的 所以穿回來 嘩 幸好也很適合 我正想問你 因為當年你的樣子 你不用翻了眼 大家看看 等等我立即上網找到 你的樣子是這樣的 是挺瘦的 所以我又懷疑這套是否真的當年那一套 你又適合穿 真是幸運 是最近終於得起心肝減 但是穿這件衣服的時候 那時候都是一百百幾 九十幾磅 現在是二百磅 穿上身後會不會有很多 以前拍節目的感覺又回來了 有 反過來 北京 北京 這個節目都算陪伴小朋友成長 大家都很記得 是 很幸運 這個節目現在那群小朋友都大了 是 有很多次出去工作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甚至高過我會走過來 馬上座有沒有拍照 馬上座 你們還沒有拍照 那種感覺 是很過癮的 今天尤其是穿上這件衣服 你也知道一穿衣服就會返回角色 所以很感慨 Joe主持兒童節目成為不少小朋友的偶像 而他的偶像原來是兒童節目主持的表表姐譚玉英 Joe還非常尊敬這位大前輩 我認識他其實都是 知道他也是做Master Joe 然後大家其實沒有任何接觸的 只不過在餐廳 來遠都是笑一下 為什麼剛才聽你說 他會發一些訊息給你 是啊 為什麼呢 我打算他很老 很接觸你 沒有聯絡 找到你的電話之後 就是很想親近你 可能是不知道怎樣 就是有過一個 然後他每逢節日 也有捉我很多東西 其實今天這個節目 其實是滿足了他 這八年的一個夢想 是啊 其實我也挺開心的 原來有人這麼尊敬我 哇 他人尊敬你 是不是 你解釋了他必知的 是啊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說做得久 就一定是要受人尊敬的 就是 就是總之覺得都很開心 就是得受人尊敬的 譚妙英姐姐 和你一起長大了 每次都會邀請不同的 昔日兒童節目主持 擔任嘉賓 原來要找到這些嘉賓 真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其實有 真的有一些很難 怎麼說呢 是因為他已經不在香港 或者疫情關係 他也不方便回香港 有一些就真的是Zoom 我們真的直接互動 就是直接跟他Zoom 跟他聊天 真的不是拍片 還要是 是啊 所以其實都挺好 因為有很多朋友 你知不知道可能他們在內地工作 或者有些朋友在美國 真的靠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見到 感覺很好 其實拍片節目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我自己就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跟每一個曾經的主持人 一起共事過 以前的共事 是一個星期見七天 那種的落法是很親切的 不過最近我昨天收到一個訊息 就說 問我可不可以找回 第一代的430穿梭機主持人 就是方家瑩 但是我們找不到他 真的抱歉